咱们正式开始吧 其实关于这个电影呢 我想剧情应该大伙都比较清楚了 但可能背景大伙都不太了解 没关系 我会在讲解当中 给大伙做一下背景的一些介绍 那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 韩国电影教父林全泽 这也是我的韩影系列讲解里边的 应该是最后一位 比较重要的韩国导演了 前面的做过了好几期 我一会给大伙给回顾一下 这是我的韩国电影的系列讲解 看一看 咱们做的专门导演的讲解 已经做了八期了 前面的李苍东 封俊浩 朴战玉 金吉德 到洪尚秀 到李俊逸 江帝归 罗洪正 那做了八期 今天的林全泽是第九期 然后呢 其中呢 我又做了四个加片分析 那么分别是 阎光姐妹陶 密阳 诗和荣卢 这四部电影 估计大伙听过的会很多了 那么今天呢 给大伙做的是第九个 韩国导演的风格分析 那么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林全泽 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林全泽吧 其实我说过之前一直没太敢讲林全泽 就在于第一 他的影片看的还不够多 因为即使是网上的下载都很难找 第二呢 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太多 我也不太敢贸人分析 而且呢 他涉及的领域呢 都是属于韩国的传统艺术和文化这个领域 那么我的了解呢 也不够深入 所以一直没敢去讲林全泽 这次呢 也正好是把 我想要找的林全泽的几个片子都找到了 也都看过了 所以呢 贸然给大伙做一个林全泽的分析 那首先来看一下林全泽的一个大概的简历吧 然后他呢 是我们熟知的韩国导演里面 年龄最大的一个了 是1936年生人 今年已经马上就要80岁了 今年79岁 然后他之前呢 是做什么呢 他是个鞋店的学徒 然后很偶然 是因为他老板 投资电影 然后开电影公司 然后他才进入了电影圈 然后从一个场季之类的做起 然后从1962年 他拍了自己的处女作叫再见斗满江 然后呢 到现在 用了53年的时间 拍出了102部电影 那么102部电影 这个数量也是相当之可怕的 放眼世界影坛 也可以拍进前十 我估计单纯发片数量来看 那么其他还重要的事 就是在1998年 我讲过韩国电影史上 有光头运动 就是反对那个电影配额制的 然后呢 不是是维护电影配额制 反对那么放开的 当时林全泽是第一个站出来 他当时已经62岁 一个替发明智 作为韩国导演的代表 所以说他对韩国电影 他的这种爱国之心和这种爱护之心 是非常明显的 但到现在为止呢 他被称为韩国电影教父 确实当之无愧吧 因为年龄也在那摆着 作品分量也在那摆着 作品的数量也在那摆着 他自己的存在本身呢 其实就是韩国电影的见证 他不光见证了韩国电影的辉煌 还见证过在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在各种政权下 韩国电影的各种变化 他都见证过了 所以说他本身的存在 就是一个韩国电影的见证 然后呢 另外一个 韩国电影所崛起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大奖的 就是林全泽 是02年的最化线 那么在嘎那电影节上 拿到了嘎那的最佳导演 那么当时呢 是整个亚洲区 第三位拿到最佳导演的导演 大伙知道前面是谁啊 一个是杨德昌 一一拿到最佳导演 另外一个就是 香港的王家卫 拿过最佳导演 他是第三位亚洲导演 拿到嘎那最佳导演奖 那当年呢 在02年那一届呢 其实他是并列的 大伙看这领奖的图 旁边这是谁的 旁边是PTA 就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 那么现在已经成为 一个大师级的人物 当时他是凭借着那部 叫做拳击情缘和林全泽 并列拿到了嘎那电影节的 最佳导演 那么这是林全泽的 最化线的另外一张 水墨山水峰的海报 第二张 也非常有意境 然后看一看 当年他的竞争对手 当年那届 嘎那电影节 金总理是谁拿到的 是波兰斯基的钢琴家 现在来看 已经是当之无愧的 影史名作了 然后PTA的作品呢 是拳击情缘 就是和林全泽 共享了这个 最佳导演奖 另外还有一个是谁呢 是芬兰的大导演 考里斯马基的 《没有过去的男人》 那么这部作品 也是一部非常重量的作品 那么是拿到了 评委会大奖 所以说呢 那一届 嘎那电影节的 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那么林全泽 能在这些高手当中 拿到最佳导演奖 而且是韩国影坛的 第一个嘎那电影节的 最佳导演奖 肯定确实有 他的独到之处的 然后第二个大奖 就是在 在05年的时候 柏林电影节的 终身成就奖 颁给了林全泽 这也是柏林电影节 这个所谓叫 荣誉军行奖的 唯一一位亚洲的得主 这是这个林全泽 在国际影坛 获得的一个认可 可以说他是 韩国影坛第一个 获得国际影坛认可的 大导演 也是迄今为止 拿到奖项最高的人 那看一看 林全泽的三个阶段 他在一生当中呢 大概从影的生涯 是52年到53年 然后拍了102部作品 那么我们给分分类 那么分呢 那么分第一阶段 就是从1962年的 再见斗满江 我们也斗满江 也叫图满江 是我们中朝分界的一条河 然后到1973年的杂草之前 这期间呢 你看看 11年的时间 他拍了50部作品 拍一篇速度之快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了 那这期间呢 基本上都是 怎么说 非常粗制滥造的作品 他自己都很难去说 他是自己的作品 当时都是迎合体制的 习作 大伙60年代的时候 是李承晚到朴正熙 时代一个过渡的阶段 所以说呢 很多都是主旋律的东西 然后第二阶段 从1973年的杂草 到1981年的曼陀罗之前 这期间呢 既有他的作者作品 也有为迎合体制作的作品 但是呢 更多的是磨练的技巧 可以看到他对商业 这个市场的一个妥协 另外呢 也可以看到他一点点作者电影的苗头 但是这一阶段仍然没有代表作 真正林全泽 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第三阶段 1981年的曼陀罗开始到现在 那么其实只拍了十几部作品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林全泽 很多人说林全泽 被称为林全泽 是从1981年的曼陀罗开始的 那么所有的作品 表现手法成熟 意境深邃 极具艺术价值 这是他的三个阶段 所以说呢 我们看林全泽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直接从第三个阶段开始看就OK了 前两个阶段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看一看 这是他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林全泽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说我经常想 如果我能找到这50部电影 就一把火把它们都烧了 最好他们从来没出现过 这林全泽自己的评价 那么看一看 我随便找了几张海报 看起来很像我们香港的 70年代少世的武打片 然后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其实我们也是完全不了解 虽然说有杂草之类的东西 但是所有作品都没见过 甚至我到网上找了一些海报 这海报都没听说过 那我完全不了解 那但是在第二阶段 是慢慢的沉淀了 他的所思所想 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 但是到第三阶段 才开始爆发 第三阶段 我刚才说过 从1981年的曼陀罗开始 他正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987年的接种 1989年 接地接地 婆罗接地 这三部电影 80年代的三部电影 也奠定了林全泽 在韩国影坛的大师的一个地位 尤其是这个曼陀罗和这个接地接地 这两部佛学电影 到现在来看 也是很难被超越的作品 然后进入90年代之后 他的拍片速度呢 大概加快了一些 拍了大概十几部作品吧 从1990年代 《将军的儿子》 到2014年的《花葬》 到现在还在拍 那么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韩国电影大师了 可以看一看 93年的《杯歌》一曲 94年的《太白山脉》 96年的《筑记》 97年的《昌》 2000年的《春香传》 02年的《最华仙》 04年的《夏流人生》 07年的《千年贺》 11年的《极曲月光》 和最新的一部《花葬》 我上周刚刚写完这篇电影的影评 那么这是《最华仙》的第三幅 《水墨山水风》的海报 非常漂亮 然后给他们林川泽 第三阶段的作品 给他做一个分类 看从题材上做一个分类 说过 其实林川泽 为什么被称为韩国这种 国宝级的导演 是因为他的作品里面 大多关注的是 韩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那么看一看 首先他作品分类 最多的一部分 就是关于传统题材的 那么大概包含了六部 从《碑歌》一曲 《筑记》 《春香传》 《最怕先千年贺》 和《极曲月光》 这六部 那六部呢 其实关注的还点 都不太一样 其中呢 《碑歌》一曲和《千年贺》 关注的是 韩国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 叫潘索里 我说过有点像 我们的京韵大鼓 就是一个人打鼓 一个人唱 但是韩国那种调子 非常的悲创 也是叙事作品 然后呢 《筑记》是关注的是 韩国的这种 丧葬文化 然后《春香传》是韩国的 一个传统文学名著 就类似于我们的 《红楼梦》的地位 那么他 用他自己的方式 把它拍出来了 而且呢 把《盘索里》这种艺术形式 融合到这种古典名著当中 所以说也是一丝创新 《最怕先》 我们一会儿再说 《千年贺》是 《碑歌》一曲的续集 《集曲月光》 其实这个电影 电影本身没什么价值 他就给大伙 普及了一件事 叫做韩纸 就是韩国的宣纸 韩纸这个东西 在我们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通过这个电影之后 你就知道了 韩纸很厉害 看一看他第二块的题材 那么就是历史题材 林泉泽是相对来说 比较关注历史的 历史题材大概 就这么几部 借种《太白山卖昌》 《下流人生》和《将军的儿子》 但是呢 我又把《最怕先》 这部电影又拿过来了 因为其实《最怕先》 里边的历史的场景 一点都不少 那么所以说呢 包括我到前天周五 把《太白山卖》 看完之后 我才惊觉 原来林泉泽 把韩国近代史 都拍了一个遍 那么这是之前 没有人做过的 为什么那么讲 你看 从《最怕先》开始 《最怕先》是拍的是 朝鲜王朝的末期 就是我们的晚清 那之后就变成 到日剧时期 被日本吞并了 日剧时期是什么 是《将军的儿子》 这部作品 拍的就是日剧时期的历史 然后再之后什么 再之后 大伙知道 日本投降了 开始朝鲜战争 对吧 《太白山卖》 就拍朝鲜战争的 拍朝鲜战争之后 韩国就成立了 韩国和朝鲜 不是成为两个 对立的国家 然后韩国的历史 有一段 韩国民主化 进程的历史 那是就下流人生 所以说 它基本上 把韩国历史拍遍了 尤其是近代史 从朝鲜王朝的末年 到现在都拍完了 其中另外一个 昌 昌其实就和下流人生 历史有重叠的地方 从朴正熙时代 一直拍到全斗幻时代 然后最后 就一部 就是《花葬》 就是它最新的一部作品 因为它几乎从来 没有涉及过 当代爱情 这两个题材 那么花葬 偏偏就是一个 当代题材 然后又涉及到了 婚外脸 其实是 他们整个作品 有一个异类 但是当时看完之后 其实发现 其实也不是异类的 还是跟他自己 原来的东西 有非常非常多 密切相关 所以这是大概 林全泽作品的 一个分类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两部 再拿出来说 就是所谓佛学电影 佛学电影 一部是81年的 曼陀罗 一部是89年的 接地接地 佛罗接地 那么这个 我就多说两句吧 是因为 其实我对佛学 算有点兴趣啊 但是真正好的 关于佛学的电影 其实并不多 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在韩国 至少发现了 五六部 这样的作品了 林全泽 占了两部 那么我在之前 还推荐过 郑志荣的残花 还推荐过 叫裴荣军吧 那个叫达摩 为何东渡 那么都是非常优秀的佛学作品 因为我为什么叫佛学 不叫佛教电影 它并不是表现 佛教和尚们 或者尼姑们的日常生活 它更多的还是一种思想的探讨 对 这是一种世界观的探讨 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即使现在来看 他们讨论的东西也不过时 因为佛学永远不会过时的嘛 然后这就是给林全泽的作品 做的一个简单的分类 那么刚才也说过林全泽的作品里边 最大的特点就是 全都关注韩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那么看一看 他作品里边到底关注哪些传统文化 第一个就是水墨山水画 我们今天看的最化先 那么这个传统呢 其实是中国的 完全是中国的东西 但是无所谓 因为韩国本来就是一个 受中国文化影响非常大的国家 那么水墨山水 在韩国有非常大的市场 有非常多的中种 然后呢 这里边其实今天 讲的张成业呢 他对水墨山水画 其实做了一些改进 和之前的一些水墨山水 是有不同的 第二个呢 就是潘索里 潘索里刚才说了 就是韩国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一种说唱的形式 那么用这种非常悲怆的腔调 来做这种大的叙事的作品 那么这个是一直是 林全泽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 其实潘索里呢 在他拍《悲歌》一曲之前呢 那几乎已经是很没落 很没落的一种艺术 也没有人去传承 没有人去学 但就是因为他拍了这个东西 然后导致这个艺术呢 就被传承下来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其实林全泽 对传统文化的贡献 非常非常之大 潘索里呢 刚才说过 除了《悲歌》一曲之外 还有《千年贺》 作为《悲歌》一曲的姊妹片 还有就是《春香传》 整个他用潘索里的形式 把《春香传》又拍了一遍 就是故事 还是古典名著里的故事 但是背景全是用了 潘索里的方式来唱了一遍 所以说呢 整个对潘索里的这种爱好 可以说是韩国独一份 没有人第二个人 去表现过这个东西 第三个就《春香传》 刚才说了 《春香传》在韩国 就相当于《红楼梦》 这么一种状态 其实很多人拍过 至少拍过大概七八个版 那么林全德这个版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他用了潘索里 这种艺术形式 来拍一部古典名著 而且呢 不光如此 他拍这部古典名著 当时是浩兹 也是当时的韩国电影之罪 因为他为了完全还原 当年韩国古代的这种场景 全都是每一件衣服 都要重新做 当然咱现在看来 没什么中国有钱 做这种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他拍《春香传》的时候 韩国影坛 还没有这么大投资的作品 就每一件衣服 每一个首饰都要去还原 非常之难的 在细节上做的相当之好 然后另外一个 刚才说过韩纸 韩纸跟他说过 韩纸就是韩国的宣纸 那么叫韩纸 那么他们去 韩纸呢 和中国宣纸比起来呢 至少我看完电影 我是记住了这一点 他保存时间更长 更利于写书法 他那个墨进入到 进入到纸里面的感觉 和中国的宣纸是不大一样的 而且可以保存上千年 韩纸 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这是我看完电影之后记住的 要不然之前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林全泽 他对韩国传统的这种娃娃爵 是别人无法企及的 那这个电影呢 就是汲取月光 那这就是传统的韩纸作坊 到现在 因为拍了这个电影之后 这种作坊还存在 完全手工的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关于传统习俗 刚才说过 关于桑葬文化 就是筑记 包括戒种 戒种是关于最古老的 这是我们现在叫代孕 戒种和代孕 那种古老的习俗 那最后一个就是佛学 刚才说过 从曼陀罗到接地接地 里边都有佛学的影子 其实我刚才说过 最新的一部花葬 那么看起来是一个当代 婚外恋的题材 其实里边 也有好多佛学的影子 这个照片呢 图片是接地接地 婆罗接地里边 江寿岩被剃渡的时候的 一个场景 然后OK 然后就是说什么 就是大伙 一提在林全泽就说 那么关注这个韩国传统文化 关注传统艺术的 在韩国只有他一位导演能做到 那么其实跟大伙做了一个分类 看一看 林全泽的作品呢 分成关注传统艺术的 关注历史的 和关注佛学 这么三块 对吧 其实如果这么来看的话 还是有导演可以和他做对应的 不是没有 OK 有一位就是这个人 叫郑志荣 是他的后辈 即使是后辈也比现在导演老多了 他就像咱们介绍李苍东什么 那么在他面 这两个人面前都是后辈 那么这个郑志荣 现在也60多岁了 大概比李苍东还大一些 那么看一看 为什么说郑志荣和林全泽 有点像呢 首先你看 咱讲佛学的电影 那么林全泽有曼陀罗和接地接地 那么郑志荣拍出来 这部叫残花 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佛学作品 有机会推荐给大伙看一看 那关于历史 刚才说过 关于历史 林全泽是把近代史都拍了一个遍 郑志荣拍了南部军 南部军呢 就是和太白山脉那个电影 完全完全是相似的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呢 其实我刚才在底下跟大伙聊过 就是说是我完全不了解的朝鲜战争当中的一段历史 是关于韩国南部共产党游击队的历史 南部军 那么这个电影是关于那个历史 白色战争 这个图片关注了什么 是关注越战 大伙知道越南战争是那个韩国是参战的 而且去了非常多的人 这是关注这段历史的 那么南印度1985 关注了什么 是关注全斗焕时期 所谓民主运动的历史的 那么现实最新的一部作品 叫断剑 那是这部作品 那么同样的是关注现实的 所以说呢 如果你和他一一做个对应的话 佛学 这可以和林全泽对应起来 历史可以对应起来 太白山脉什么之类的 对吧 现实那么这部断剑 可以和林全泽最新的一部花葬对应起来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走的路还很像很像 只不过呢 郑志永现在渐渐的就沉寂了 这算是个老导演了 但是比林全泽好像年轻一些 所以说就是把它拿出来 我觉得这个导演有机会也是可以分析一下的 非常好的一位 然后呢 我们说回林全泽 林全泽呢 我们其实给他总结叫做什么 大气晚成的电影大师 因为怎么说呢 三个阶段呢 他到第三个阶段 才找到自己的风格 前两个阶段其实一直是在摸索的 那我们看一看他自己怎么说的 这都是找到的一些采访 那么首先 他其实拍的片子里面和我们传统的 尤其现在看的 习惯看的 好莱坞模式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 为什么好多人接受不了林全泽呢 其实这有很大关系 他说的什么 就是他一向很排斥好莱坞制作的模式 认为当所有的电影都分不出国籍的时候 那文化的末日就要到了 所以说林全泽的作品 只要你一看就知道是韩国电影 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 林全泽就几乎没拍过爱情 为什么没拍过呢 他说 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 曾拍过一部爱情片 有朋友看了觉得很幼稚 然后他们跟我说 你只有真正去谈一场恋爱 才能拍出一部像样的爱情片 但是呢 他很忙啊 他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所以说他也就不拍爱情片了 所以这人很实在 然后关于佛学电影 他说 其实佛学 佛教传入韩国多年 而且传入的 韩国的流派 而禅宗 大乘佛教 然后他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成为韩国文化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通过 希望通过电影的方式 把这种文化呈现出来 就是我这两天在看电影的时候 还在发现 这韩国对宗教还是很包容的 不光对这个佛学 还有很多萨满教的东西 比如说道士 因为他们提到道士 我一开始 一直以为是道教的东西 干嘛就不是 萨满教的 道士就是巫师 对 他们那个巫师到现在 韩国社会的 还一直存在 而且很多人还信 然后关于当代题材 然后其实他拍的 几乎都是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东西 他没有拍过当代题材 然后说 我不会去考虑拍摄当代题材 我觉得我年纪大了 和时代有些脱节 无法了解现代年轻人的想法 他说我和儿子就有代沟 他们在家里 更愿意和母亲交流 而不是和我 但是他很快就食言了 那14年就拍了一部当代作品 然后呢 刚才说过 林全泽呢 其实在韩国国内的地位 也相当之高 在2013年的釜山电影节上 甚至举行了一个 林全泽的回顾展 那么放了他 大概十几部代表作 那么同时呢 他们还拍摄了这么一个照片 就是向林全泽致敬的一个照片 一共是十位导演 十位导演 因为一开始我也认不出来 我只能认出来 我比较熟的 李苍东 对吧 这封俊浩 对吧 这条赞玉 这我都认识 李俊逸 然后郑志荣 这几个人我是认识 其他人我也认不出来 后来我对照着 这个旁边名字才对出来 这旁边名字就是从左到右的顺序 比如说这个不认识 这是谁啊 崔东勋 崔东勋 其实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商业片导演 最近正在上映的暗杀 就是他的 之前那什么汉城大捷案的 什么盗贼同盟 每一部片子都是韩国票房冠军 那吕俊逸我讲过了 那这是谁 金泰荣 金泰荣 大伙应该很熟了 汤唯的老公 对对对 说到这我就说个笑话 就是说 因为他娶了汤唯之后 好多人采访他 就是问点韩国同行 问一个韩国导演说 那韩国导演 随名声最大 他说当然是金泰荣了 还能跟别人 他说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娶了汤唯啊 就是汤唯在韩国的知名度 相当之高 因为他娶了汤唯之后 金泰荣成为韩国知名度 最高的导演 然后后来他又问那导演 金泰荣就是说 就是水平所为怎么样啊 然后他们就给他们聊一些八卦 就说金泰荣 他们每一个导演 这些导演都在韩国那个大学里边担任 兼任那个电影的课程 他说那个金泰荣和凤俊浩 两人的办公室边对面 然后每次金泰荣上课的时候 就说当年这个电影 就我是做的副导演 这段就是我拍的 其实是凤俊浩的作品 然后每次上课就吹 我拍作品有多牛多牛多牛 然后拿出来之后也就一部晚秋 其他哪部也拿不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大伙说金泰荣 金泰荣做的最有名的事 就是取了汤尾 这是金泰荣很有意思 然后旁边 这就是康佑硕 康佑硕硕其实就是属于 韩国韩影崛起的一个功臣 也是一个商业片大导演 最早的什么石维导之类的 都是他拍的 然后凤俊浩肯定有点说 林全泽这是郑志荣 刚才我介绍的郑志荣 这是许致豪 这许致豪照的实在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许致豪 应该是一个很儒雅的人 不知道会照成一个像白痴样 照片照的不好 许致豪拍的是 特别唯美的爱情片 像八月照相馆的 那个春世 特别唯美 他长得其实也那个 特别儒雅的一个人 照片拍的 最边上站的是金之云 金之云就是号称韩影 都面手了 是我一直也看不上一个导演 但是他其实知名度很高 他什么都能拍 这是一个全家属 但是你发没发现 我的韩影的五五上将里边 这得缺俩 金之德和红尚秀都没有 就是说 其实他们影坛还是分帮派的 不带着俩人玩 OK 然后呢 这样呢 我就把林全泽的 大概的一些风格 给大伙做了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下面呢 咱们就从最花仙这部电影 来看一看林全泽的一个风格 那么这是 这个最花仙的第四幅 水墨山水花的风格的海报 更漂亮 我觉得这个是最漂亮的一个 OK 然后这部电影 大伙刚看完 我给大伙做个总结 那么首先呢 其实他 说了什么 说了这种放荡不羁 或者这种 骄傲不群的一个人物 那么这个人物 张成烨 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 本来这个电影 就是一个传记电影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电影里边 他更多的表现的是 张成烨追求这种 极致的艺术的一种过程 然后这个电影 其实最大的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写意的镜头 它的好多镜头 其实就是 按照山水画的风格 和那种设定来拍的 但杰出图来 就是一幅山水画 这是今天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镜头和这个内容 怎么说呢 合二为一了 因为这个 他用了一种镜头方式 所以他当然拍出来 都是特别美的画面 刚才说过 就是最早 他唱离别曲那一段 那么这个张成烨 走过春夏秋冬 这四个画面 他就拍一年嘛 对呀 你想想 完全是真景 是不可能有PS合成的东西 对 他就是很极致的导演 然后跳脱的叙事 那其实这是林全泽 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咱不能说优点吧 怎么叫跳脱呢 就是在林全泽 所有的电影里边 他对叙事前后的勾连 都不太重视 就是你演着演着 可能就十几年过去了 就是这个人物 下一段就出现了 对 他还不给你提示 然后你就只能自己 就那么看 他不管这部电影 这样 他所有电影都这样 就好多好多事 罗列中间的 任何过渡都没有 直接就拍过来 跳脱 所以说这也是 好多人 被好多人诟病的一个点 但是这些点呢 你说好还是不好 说不好 咱叫特点 然后另外一个 这部电影里边 背后的分杂的历史 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查了段历史 就查了两天 对 所以说大概 就这么几个特点 我们来还是按照 这个以往的模式 按照影片的这个进程 来捋一下 那么首先呢 就是电影里刚刚开篇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张成爷 在做画的场景 他画的这幅山水画 他应该是已经成名的时候 就马上跳回来 就是他小的时候 这个节点的时候 是因为他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 对吧 而且当时很牛 我说我的画 为什么要遵循传统 就说明他这个人 就完全是一个 不太遵循传统 对不对 很离经叛道的一个人物 但是其实呢 他身上有好多美好多美好的品质 我后面会说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介绍嘛 就是1882年 这是张成爷生活的时代 对吧 国力衰退 什么朝鲜人民 起来反抗腹朽的政府之类 看起来像主权率宣传片 但是这个点呢 他1882年 这个点他给你点出来 他又不告诉你 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林全哲 要讨厌那个点 必须我们自己去了解 1882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我捋的 这个整个朝鲜王朝末期的 一个简短的历史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1863年开始 那么这个片中的张成爷 什么时候出生的 是1843年出生的 那么是1863年的时候 大概20岁 所以说正式得成熟了 对 那么1863年是什么事呢 就是朝鲜的最后一位皇帝 叫高宗继位了 就像我们的末年皇帝溥仪一样 这是最后一位皇帝 高宗 那么继位的时候 跟溥仪很像 很小 所以说呢 是他的父亲 他一般的 在所有的影视剧里出现 都叫大院军 他的父亲 由他来摄政 然后呢 这个摄政王 这个执政期间呢 他实行了所谓改革 所谓的改革方法 就是加强集权 然后闭关锁国 然后抑制地方的封建势力 那么和我们晚清 最开始的做法很像 因为他是清朝的附属国嘛 而且让我知道朝鲜是 他他不是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 他是后金的附属国 就是说 清朝那帝还没有叫清的时候 以后金的名义 打下了朝鲜 最先征服的是朝鲜 但这还没有打到关内 还在关外 所以说 他是作为后金的 完全大清的附属国 然后呢 在1866年 大院军发动了这个 丙隐邪狱 就是干什么 就是屠杀天主教徒 因为当时已经好多 叫那个传教士进来了 屠杀天主教徒 其实他也是闭关锁国的一部分 而且杀了很多很多的人 那片中也说了 至少八千人 甚至到几万人不等 不知道 这个数字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说清楚 到1873年 过过十年 出现了一个高宗成年了 成年亲政了 亲政了 大院军就停止设政了 可是就会出现了新的问题 就跟中国很像了 一旦亲政之后 出来什么 外企 就是他的妃子叫敏妃 外企集团掌政了 就是高宗 其实从头到尾 就没有自己做过主 那么大院军停止设政的时候 外企直接就掌权了 外企掌权的时候 开始就是一把日本开始进来了 日本其实在之前 就已经在里边 有各种商人在里边 那么他签订了一个 叫江华条约 许他们通商人 允许他们驻扎一些兵力什么的 然后在1882年 就终于说到 刚才电影这个年份 在82年的时候 该出了什么事 因为这个敏妃外企这个人 叫敏千号 科寇军饷 他们正当时正在做什么 正在训练新军 其实咱们晚清也在训练 就是用现代化武器 枪炮装备的新军 那在训练新军 所以用钱很多 所以说更导致民怨 科寇军饷 导致改革派的 日本政党的协助下 发动了这个人武兵变 然后就是1882年的事 这个事兵变呢 兵变之后 本来是大院军上来了 然后呢 后来又又清朝了参与 后来呢 又导致敏飞最后又回来了 我后面会说 这个兵变也很复杂 就是那一年的事 然后继续把这个历史 都给大家捋一下吧 细的后面再说 到了1884年 刚才就看 才过两年 82年到84年 然后又发动了什么 叫贾申政变 然后这次是 朝廷里的开化派 又和日本一起 然后策划了 然后他们杀死的 就是守旧派的官员 就所谓那些 荣护皇帝啊 就是完全还荣护 闭关锁国政策那些人 开化派 就像清朝的那些 违心派 发动政变 但是这个政变 被袁世凯给镇压了 对 所以袁世凯电影里 是提到的 然后在1894年 然后朝鲜爆发了 东学党之乱 那么这个在电影的结尾的时候 那么他就是和那个 歌迹正在作爱的时候 被人揪出去 那就是东学党之乱 就是农民起义 其实都不简单 是农民起义 东学党 它叫东学道 其实就是融合了天主教 中国的道教等等 就是类似于朝鲜的义和团 就是借助了一些 宗教的名义 发动了起义 那么这个起义 其实很重要 那么因为这个东西 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就是因为这个事 中日都参与了 最后就打下来了 就是中国 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大伙知道最后中国打败了 签订了马关条约 然后这个朝鲜就归了日本了 对 终止了和清朝的中藩关系 但是其实也没权归日本 因为在1896年 马上这高宗啊 他就寻求了俄国的帮助 然后改名为大韩帝国 然后这个 然后当时在俄国的支持下 然后到1904年呢 大伙就又打了日俄战争 然后俄国又败了 所以干脆就完全归日本了 然后这次 什么日本的势力 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 然后大伙知道 1910年正式签订 日韩合并条约 那么从此呢 朝鲜就进入了 长达40多年的 日俱时期时代 日俱时期 大伙知道 日本去对他们的控制相当严 所有的朝鲜人 都要改日本名字 自己的名字都不许用了 所有的人都要学日文 不许学韩文 就朝鲜 他们可能那时候不叫韩文 朝鲜话 不许许学 朝鲜文字不许用 全改成日本的 所以说完全是变成一个殖民地 那么这是整个朝鲜王朝末期的历史 再之后就是日俱朝鲜时期 再之后就是朝鲜战争 再之后就是近代朝鲜 这么个过程 那么这部电影主要涉及 就是朝鲜末期 以及到日俱朝鲜之前的一段历史 然后刚才说的1882年 这个人武兵变 那么刚才说过背景就是 首先朝鲜它是清朝的附属国 然后高宗继位之后 日本又签订了江华条约 就是清朝的势力和日本的势力 在朝鲜国内都有影响 因为这个不成功的改革 机体的名愿 然后拔动了兵 兵变呢 或者这是刚才说过 就是他们在训练的新军 所谓的新军 看起来很不成样子 基本上连把枪也没有 然后呢 这是清军出兵的一个照片 那么最后这个整个兵变呢 是先是日本出兵 然后把当时在那个汉城内的 一些叛乱平变掉了 后来就是清朝出兵 然后把整个事情平变掉 那么当时呢 而且敏飞呢 一开始是被赶下台了 然后大院军主政了 然后呢清兵最后又把大院军 逮起来运到天津了 就压在天津压了三年 直接敏飞又主政 所以说就大概是那么个情况 最后等于事情结束之后 敏飞他们还是在主政 没有变化 这是人武兵变 那么这也是这个电影 在一开始的时候说 1882年 这个是张成业生活的时代 是非常乱的时代 朝鲜其实是个完全没有 自主权的一个国家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刚才说过 他跳脱的叙事嘛 就是说按照 虽然大部分是按照 石宣是去来拍的 但是他真的前后事件之间 没有任何交代镜头 直接就拍过来了 像这个 他刚刚在幼年的时候 被这个金炳文救了 然后下一镜头 直接跳到他青年的时候 在那个画店里边 做学徒的时候 又遇到金炳文 对吧 直接就跳过来了 没有任何交代 然后这个电影里边 其实除了张成业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金炳文 这个金炳文 其实是张成业的 终身的良师之友 不光在他小的时候救了他 而且是在伴随了 他所有的成长 到他成名立万 到最后 归隐江湖 一直是有这个金炳文的影响 而且他本身的一个身份 就是他是一个开画派的贵族 所以参与了假身政变 所以最后才跑掉了 然后按照电影的叙事里讲 就是他真正成名的时候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就是因为金炳文 把他送到的一个官员家里 那官员存了好多好多 中国的藏画 然后他临摹了一幅藏画 就是这幅画 而且只凭记忆临摹出来 不光临摹出来 他还在这加了一只鸟 就是原画是两只鸟 他就加了一只鸟 然后那人不说吗 这幅临摹看起来更活泼 而且这只鸟看起来郁郁寡欢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心境 就是他在这个点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在画一幅画的时候 所谓绘画 就是在表达自己一种心境 不光是简单的临摹了 所以这他的天分是 天资是相当之高的 就是因为他这幅临摹 所以导致后来 这个金炳文连同这个官员 然后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 又把他带到了惠山老师家 他拜师学艺 惠山老师是当时所谓的朝鲜 最好的绘画老师了 然后呢 就是说 其实他这里边的所有的话 其实都和这个人物的性格 内心等等 这些都是相关的 我也只能看出一部分 因为山水画这东西很悬 你知道吗 这可能某一个小点的变化 就可以表达不同的心境 我也只能能看出来的时候 跟大伙说一下 看不出来我也没办法 然后你看 他真正在惠山老师家成熟的时候 还是受了金炳文的教诲 为什么 他当时画的这幅画 他说叫回家 就这幅画 待会有印象 晚上给惠山老师说 惠山老师给他的评语 就是这幅画 从画 不行 对吧 然后他就找到金炳文 就说你为什么不行 他说你画的 这是一个学者 在那幸福的赏花 你看看这幅是谁 陶渊明的作品 简单的一个场景 可以看出这个人 是遭受了怎样的痛苦 怎样的思想中 有怎样的境界 让这幅画就能看出来 对吧 所以说比韵比更重要的是 展现在画中的感情 必须用你的精神 来操纵你的画 也说金炳文 从这个点上告诉他 不是简单的绘画技巧 那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 你要在画中 画出你要蕴含的一种感 所以说你看 这幅画就是 他在惠山老师家 画出的第一部 自己的作品 叫回家 那么和上一幅比一下 他完全不一样 这种感觉 我就很难说清楚 这个人物 明显就是看着 后面的树枝 有很多很多想法 但是这幅画里面 就看不到这个人 有特别多的想法 这是前后改过的一幅画 那么这幅回家 那么成为张承夜 在惠山老师家的 最后的 就算是他的一个 习作 成熟的习作 那么标志着 张承夜自己 作为一个画家的 一个诞生 因为之前他还是临摹 对吧 这是他自己独立创作的 应该是第一幅作品 然后他在创作 创作这幅作品之后 大伙知道 然后他那个 惠山老师家 来了一个人 说要去给中国的官员送礼 然后画了一堆扇面 都是让他画的 然后从此 他的地位就很高了 然后电影当中 用什么镜头来表现的 马上切到三个空镜头 三个空镜头 全是这种繁华似锦的空镜头 就来说明 这个张承夜 当时身处的这种状况吧 一种节节攀升的状况 因为他画了 那个处女作 起作 然后得到老师认可 又得到了这个官员的认可 让他去画扇面 其实这是一个 怎么说 荣誉很高的 因为当时去清朝进贡吧 你要画的差了 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当时他被受重视的一个状态 也是他自己心境的一个展示 然后他这个节点上 他就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 叫梅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女人吹的是声 她吹的是笛 然后因为他们俩 这幅图片我揭出来 就两个人在合奏的时候 在酒席上 对吧 这是个歌迹 然后他们两个人在合奏 合奏之后 下一个镜头 就是两个人通窗共枕了 然后说了很多话 然后这不说吗 张承夜说 听说梅花只把花香留给自己 这个梅香说 我为我自己身份感到羞耻 然后他就给梅香 在丝绸上画了这幅画 不是在纸上画的 梅花一生不卖香 那么这幅梅花呢 其实是他整个一生中爱情的一个见证 其实这个女人是他一生中的真爱 但是很悲惨的就是 这个真爱刚遇到 就遇到刚才说过 这个兵忍邪狱 那么电影中写错了 188 其实1866年 也就是他刚遇到的时候 转连大概就遇到了这个兵忍邪狱 然后大肆逮捕这个天主教徒 偏偏这个梅香呢 就是个天主教徒 所以就跑掉了 电影呢没有交代 但是从中任务镜头告诉你 这个张承夜和金比门两个人去坟场 去找他被砍下来的人头 金比门找到了他的朋友 那么张承夜没有找到梅香 对吧 其实证明梅香没死 但是梅香已经跑掉了 因为留在汉城肯定是被逮捕的 肯定要被处死的 所以说他的爱情就存在 那么一会儿就消失了 然后其实他另一条感情线 就是他在和那个最早的官员家的小姐 李嘉小姐 就是孙艺珍演的 大伙认出来是孙艺珍了 这是孙艺珍电影的处女作 孙艺珍演这个小姐 那大伙这小姐 本来暗恋人家 当然肯定是配不上 因为她只是个下人 人家是大小姐 这个大小姐命运又比较悲惨 出嫁了之后 因为身体不好 又被退回来了 退回来之后 然后很快又死了 在临死之前 他要见到张承夜 张承夜来了之后 他要求他给了画幅画 张承夜说你画什么呢 你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吧 于是张承夜就画了这幅画 仙鹤图 那么仙鹤就是在他心目当中 这个李家大小姐的一个形象 怎么说呢 就是高高在上 但是高不可攀 但是他又非常喜欢那种那种样子 对你还看到张承夜 但主要还是对他来说 这个李大小姐就是这只仙鹤 然后电影从这个画完仙鹤之后 直接就切到了这一段 非常唯美的画面 刚才说过这段画面 应该是林权泽花了不止一年拍出来的 因为要截取这么多的美景 而且你看他每一幅画都是按照这种传统的山水画的构图来拍的 你看人物的在站在这个大小的比例 你把景色的这种感觉都是这样的 所以是非常美 但是他美的时候他配的是什么 配的是韩国传统的一个名歌叫离别曲 一直在唱的 文冗别呢 因为他其实李家大小姐在他心目中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 他虽然知道这荣耀也得不到 那也就算他一个青木吧 就算他一个心目中的一个心结 那么毕竟大小姐死了嘛 所以说他这个心结结了 但是呢他还是很悲伤的 所以跑到大自然当中去寻找灵感 然后配的是这个传统的离别曲 然后这一段的后边呢 镜头就更加写意了 你知道冬天刚才说春夏秋冬 为什么拍一年都不止 四个季节肯定是都有 但是不见得都拍得到啊 又拍到的就是水上水鸟都起飞 对吧 这种起飞 这都是不同季节 尤其最后这张 大伙儿不知道仔细看没看到 这是一只 这是野鸭还是天鹅 我看不出来 但是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 顶着大雪起飞的场景 这种场景应该相当难拍到 那么这种场景 其实都是他后 就是这里的每一个场景 都成为他后来作画的灵感 其实好多都和他后来的画 是有对应的 每一幅都是 所以说呢 能拍到这些场景 也是林全泽的一个非常 非常得意的一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张成业后来 不是号称五元吗 就是说每个人好的画家 都有一个号 对吧 有字有号 中国也是对吧 但是呢 起的五元那个名字 真正五元的代表作 其实还没有产生 其实后边你可以看到 他一直在探讨 就是说金比蒙跟他说 你要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只用你的画 而不用你的文字 就是说 你要有了这种风格 你不才能配上你这个号吗 你才有这个名字 才能打出去 他之前在这个阶段 其实已经很火了 他靠临摹各种画 赚了很多钱 电影的表现 就是他当时和一个歌迹 生活在一起 这个歌迹 天天就喝酒 过这种很烂醉如泥的生活 结果在一晚上 喝醉的时候 画出了一幅画 是用手指画的 就是这幅画 待会应该有印象吧 对 他醒来之后 他发现自己手指上有墨 他才知道自己画的这幅画 然后呢 因为和这歌迹又闹翻了 然后他又再次上路 又离开 又去大自然中寻找灵感了 那么这幅画可以看到 这就是他自己一个写照 就一个猴子一样的东西 抱着一个酒瓶 然后这种完全不拘泥 这种常规的画法和这种人物 那么其实这就是他自己 五元风格的一个出现 但是他没有形成 自己最后固定的风格 但是已经找到一些 自己的感觉了 然后你看到这幅 又出现了一种 特别写意的镜头 这种泥地的沼泽地里边 这种庄念地里边 甚至出现那种梅花 或者蜜蜂 去吻这个花蕊的这种镜头 甚至他在大雨当中 痛苦的大叫 就是说不疯魔不成活 而且他跟他那个徒弟 一直在说 学画的人都必须要这么痛苦 其实不是学画的人 都必须要这么痛苦 是因为他要找到自己的风格 才会这么痛苦 他要一直临摹 他可以活得很好 他也不容去这样痛苦 问题他就是一直是对艺术 有着极致的不懈的追求 才会痛苦 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一直在痛苦痛苦 痛苦到他这个小徒弟 都受不了 跑了 然后大伙知道 他后来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 就放上那歌迹 和其他的男人在偷情 那为什么回来呢 大伙 其实这是个引线 他买了两个柜子 对吧 之前那歌迹说过 你天天画画 你都不懂得给家 添这个家具 那么这个柜子在买之前 那个卖柜子的人不说吗 这个一个柜子盯上一间屋子 非常贵 那就证明什么呢 他已经学成了嘛 他已经成了一个大花家 他一幅画能卖很多钱 所以才能买两个柜子回来 对啊 这都是引线 就是这是林全德的叙事的风格 他也不去交代 但你得琢磨这个事 然后呢 大伙知道 碰见这个歌迹 这和人偷情之后 他就把柜子砸了 然后之后呢 人家也很通情达理 说我也知道是我的错 我也不起信 你留下来 但是你得给我留幅画 对吧 但是其实在这个点上 你想 他已经给人家买了 两个这么贵的柜子了 其实他不给人家画 也无所谓 但是他的反应就是 在院子里摊开这么多纸 画了一幅非常非常大的 这种屏风 几扇屏风 一二三四五六 六扇屏风 一幅大画 这幅大画呢 大伙知道 后边说过 这幅大画 转手就被他卖给了富商 卖了很多钱 对 但是即使如此 他也把这个画 留给了这个歌迹 所以说呢 其实这段感情里边 他也算有情有义 大伙知道 如果有印象的话 这个歌迹是他的第一个女人 所以说可能对他 还是有一点情意 当然爱情是没有了 留下了这幅非常重要的画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张成夜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是在哪表现出来呢 就是他后来又被人找去 说惠山老师让他去一趟 给一个大的官员去 好多人去画一幅画 这个官员说 我想让五元第一个画 结果这里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这些人都来了 惠山老师是最德高望重的 你让五元第一个画 这里边就说 你画还是不画 对吧 你要画 你就抢了惠山老师的地位 惠山老师就以后没法混了 你要是不画 可是官员让你画的 你要是推托也不太好 所以这里边是个挺难的选择 但是你可以看到张成夜 其实这个人物 没有太多想法 他根本就不在乎 这些礼仪理法的事情 直接你让我画 我就画了 然后就画了 画了之后 结果他就没想到 他再去拜见老师的时候 他弟子就把他赶出来了 说像你一个不懂 尊师重道的人 都连猪狗都不如 他才意识到 还有这种事 就是他脑子里 是没有这根弦的 但是呢 其实他还是尊师重道 他主要他尊师重道 方式和别人不一样 什么 他到了惠山老师的窗前 一直在跪着 为什么 因为他的所作所 导致惠山老师丢了饭碗 其实 因为惠山老师没法混了 在这个世道上 所以说他还是要求老师的原谅 这个惠山老师呢 相对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同情达理的 后来打开窗说 你已经是清出于蓝了 但是你要记住 如果没有蓝 也不会有庆 以后你还要把这个传承下去 要教会更多的人 所以说这两个人 我觉得挺好 每个人 就按照自己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事事 然后呢 就是在这场宴会上 就是给这个官员 做话的时候 他又遇到了梅乡 对 是在这 仔细看 就在这场酒宴上 又遇到梅乡 梅乡就又在这吹声 他又出现了 其实呢 然后来张成业就追去了 然后嘛 其实这个地方 已经不在汉城了 千里迢迢赶来 就追到另一个地方 来找到梅乡 然后 又一个非常美的画面 天空中 飘着云 风吹着 这种树叶 两个人 在野地中野河 而且野河的姿势 如果大伙有印象的话 是他最早画 春宫画里边的 画册里的一个姿势 当我在看你在画画的时候 我会忘记 世间的一切烦恼 其实两个人 那真是真爱 就是没有问题 这水乳交融的一个状态 可是 就是因为天主教的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 后边也说 咱俩就都生活在一起吧 结果梅乡说 不行 我还要跑 已经有人发现我了 所以还要跑 所以俩人注定 没法在一起 所以下一个镜头 又回到汉城 跟那个梅乡 又没联系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梅乡跑到哪去 然后回到汉城之后 金炳文又给他提出来了 说你现在已经成为五元了 有了自己的风格了 可是他说 不光有自己风格 你是要创造自己的绘画风格的时候 那要自成一派了 该开始的话 你还是一个有风格的画师 你现在要成为一个大师了 创造自己的流派 就是金炳文这个梁师 一有就一直在身边的提醒他 你到哪个点上 我就再给他拔一下 然后张成业说 说我的画 那都是人家求的 对吧 金炳文就说 为了金钱利益 和意识的名胜而绘画 那样作品是空洞乏味的 没有生命力的 就不应该画 所以说这个点 是直接把张成业点醒了 他知道是 画是要有灵感 是为自己而画的 而不是为了别人而画的 所以这个电影 又出现了一系列 写一的镜头 站在这种树林旁边 然后风吹着树林 然后风吹着这种水 然后甚至就站在屋顶上喝酒 然后他就是在想寻找突破 前面看是经历的春夏秋冬 各个类似景色 这次里边全是夏天 对 而且全是这种最繁茂的职业 繁茂的时候 他即使坐也坐在屋顶上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张成业 现在他已经不是一个初级的画家 他已经是一个 就非常有风格的东西 他只不过是在白尺杆头 想再进一步 所以他站的地方 全是这种夏天的场景 想想繁茂的职业 甚至坐都是坐在屋顶上喝酒 他是要在这种白尺杆头 再进一步 所以说这种写意的风格 就需要自己去体会 我也只是体会到了 其中的一部分 可能还有我体会不到的地方 然后他当然就突围成功了 他画了很多画 终于画出了这幅雄鹰图 大伙知道而且这幅画是什么 是他这个小徒弟回来找他的时候 小徒弟说 你就给我一张废话都行 结果他把小徒弟拿的画都给烧了 最后就留下这幅雄鹰图 而且第一次在这个画自己的画上 签下了五元的名字 之前都是画上从来没有留过属名 然后他当时解释就是说 你一个小孩拿着我的画 不属名的话 谁敢谁能相信是五元画的 说明这个张成业这个人 第一非常随性 第二他真的重情重义 每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其实这个小徒弟就跟过他一段时间 对吧 他也给了小徒弟一幅这么有名的画 这幅画 你看后来这些人拿到这幅画 看到光凭这幅画就可以给自己买一栋漂亮的房子 他就把这幅画随手就送给了他的小徒弟 那么这就是所谓五元的宠女所最成功的一幅作品 然后他就功成名就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电影里边 这背后跟着他的人都是什么学生 他已经可以授课了 对吧 授课之后天天就躺在那喝酒 也不工作 对吧 没有灵感我怎么画 他还秉承了金炳文给他说的 必须要有灵感在画 要求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每画一幅都是杰作 要么不如不画 就是那个状态 其实呢 刚才我回过头来说 他把那个画送给的小徒弟 其实小徒弟也很对得起他 因为后来那个日本人 就是从一开始向他求画那个日本人 他就没给那个日本人 然后后来那个日本人又说 我见到了一幅 你画的雄鹰图特别好 在一个摆摊卖纸的小贩手里边 他打死也不卖 给多少钱也不卖 然后这段又接上了前面的一段 就是说他暗恋的李家大小姐 不是已经死了吗 其实那他那心结并没有解开 然后他就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异迹 又是孙医人演的 就长得一模一样嘛 而且这段就比较复杂了 你看在街上遇到这个衣迹 去买胭脂花粉的时候 结果他在路上 这样路边站着 来了一堆人 这个人是敏大人 还有印象吗 就是他没有没有躲开吗 没有让路 敏大人 敏大人是刚才说过 敏飞就是外戚集团的 掌权的一模人 就非常跋扈的这种地步 因为一个人站在路上 没给人让路 即使是著名画家 武元先生也得打一顿 拿棍子打了一顿 后来他就在家里养伤了 对吧 还给他喝那个婴儿 周岁婴儿的尿 治疗爹打的灵丹妙药 结果他在那时候 突然有人跟他说 有妓院的老宝 然后想让他画一幅屏风 然后他就来了 为什么来 就是因为这个姑娘吗 所以他就去了 他画了这幅屏风 然后画完这幅屏风之后呢 老板很满意 然后就让这个歌姬来服侍他 结果他就跟那个歌姬 来聊起跳来的 问你们家干嘛的 什么多少岁之类的 然后最可怕就是 后来说了半天 那个歌姬跟他说一句什么 咱们还是赶紧上床吧 别扯着没用的 我都浪费了一天了 那句话其实对他打击很大 事实上电影中 你要看到最后对话 也知道他和那个歌姬 什么也没发生 而且把这幅屏风 没要钱送给了妓院老板 其实他就是用这幅画 来了结了自己的一个心结 在这个之后呢 他们就来到野外去游玩 他就展示了不拘一核的画法 什么就是用竹子砸碎了 站着泡菜画的这幅画 有印象我画的一幅出游图 然后那有的人还要留下来 他直接把那画扔到了水里 然后干脆后来就自己跳到水里了 跳到水里 他那个新奈的徒弟说 老是不会游荣啊 所以一堆人跳就是救他 他其实是在求死 而且后边这段对话很有意思 他的徒弟问了 你真的不想活了吗 听说你在水里抱着个石头 不肯起来 可是你想想他为什么不想活了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那我后来我琢磨得是这样 首先他已经达到了 他人生的一个顶峰 成名立万的一个画家 可是他刚刚就在街上 被人打了一顿 作为一个成名立万的画家 他面对这种诠释的时候 仍然是不堪一击的 直接被人羞辱了 那么这是他一个打击 第二个打击就是 他暗恋那个对象 就是说他那李家大小姐 就遇到那个歌迹 本来他是想和他去就甚至可能想把它发展成一段感情的 结果发现人家就只认交易 不认感情 所以这两段东西对他都是打击 然后造成他在这个阶段去求死的一个状态 就是人到了一个巅峰时期 就会容易产生的想法 尤其是遇到一些挫折之后 他一连续遇到了两个挫折 所以说他产生了求死的想法 当然他最后仍然是在靠着良事一友 金炳文的这种刺激下 又精进了一块 那什么呢 就是到了金炳文家 金炳文跟他说 因为他是个改革派 就是说 其实涉及到现实 为什么你不画老百姓们残酷的生活呢 说张诚业就说 我才不画你们党派宣言呢 因为那不就是变成宣传了吗 和他自己心境不符 但是呢 即使是这样 因为受了这个刺激 在夜里下大雨的时候 他起身画出了这幅画 那么这幅画应该是 绘画的历程当中 另一幅代表作 那么也是献给他的恩师兼智友金炳文 最好的一幅画 就是这幅画 当时没有把这个顶子涂上颜色 金炳文说说 为什么不涂上黄的呢 他当时没涂 那这幅画有什么意义 我看了半天 我是没太看出来 大伙要觉得有什么意义的话 可以聊一聊 然后之后就展示的都是张诚业的气节了 因为他整个作为一个成名立万的画家 被争到宫中做宫廷画室 本来是相当荣耀的一个事 那对他来说是很无聊的一个事 为什么没有酒也没有女人画什么画 对 而且这个宫中的管家跟他说 因为袁世凯马上生日马上要到了 所以你要画幅画 为什么要给一个亲历我们的外国人画画 这是他的气节 所以说躲着不画 甚至偷偷溜出去了 溜出去之后 大伙知道又被逮回来了 他在喝酒的时候被人逮回来了 逮回来之后 他只能在这画 画了之后 结果发现宫里出事了 然后问太监 太监说 改革派被日本军队的帮助下 已经夺取了政权 保守派的领袖都被处死了 那么他趁这机会就跑了 那么这个事情 就是什么事情 刚才说过的 假身政变 就是在1884年 1884年 而且我结一张图片 他有看到的 不是清军吗 这不是 那么这场政变 就是被袁世凯扑灭的 袁世凯当时是驻扎朝鲜的一个 还不是一把手 是二把手 对 但是就是因为他在朝鲜 这个处理这次假身政变 所以导致受了清廷的重视 后来导致的 后来的很多的产生的成就吧 都跟这件事很大关系 假身政变 然后他的过程 大概就是因为 还是就是开化党 所谓他们的维新派 主导一个政变 就为了把敏飞 他们那一批人守旧派打倒 然后上来去革新 然后结果呢 当然他们是一开始胜利 但是仅仅三天 这个清兵就来了 直接把他们都逮起来 所有的领导人都被处死了 这是当年的情形 这是袁世凯当时的一照片 袁世凯反应非常快 都没有等到清廷那边回复 因为再等到清廷的回复 再去管这事就完了 所以是先斩后奏的这种方式去处理的 快刀斩了麻 直接把这个政变扼杀在摇篮里 这是当时他们开化派领袖的一个合影 这都是真实历史照片 然后大伙知道金炳文 作为开化派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但是还好 可能是没被抓住 自己跑了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说张成业跑到被封的金炳文的家里 把这幅画涂上的颜色 就是这个 他完成了金炳文的遗愿 因为他觉得可能终生也见不到 他的粮食益友的面 所以完成他的遗愿 这也是表现了他对这个朋友之间 情意的一个重视 然后这点上就表现他不是权贵了 那么他已经更加就是名声大振之后 在酒席上 然后有一个人让他画画 说画了一幅大树 然后说我有七个儿子 你给我画七个千鹤吧 然后他就跟人说什么 你可以想象 那七个千鹤已经在画里边 他就不画 然后另外一个人问 说这幅画是别人送我的 听说是你的真迹 你给我看看吧 他说这幅画是假的 不是我画的 然后有印象吗 然后他和这画家朋友 出来之后的人就说 那幅画明明就是你画 你为什么说是假的呢 然后他就说了 说我这幅画 原来是送给我的朋友 然后他给他父亲做那个是贺礼的 结果他的父亲拿他去行贵了 行贵之后 这幅画就变成赝品了 所以就是他的不是权贵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这个这个人谁 当时是那个地方那个叫 叫礼长 还是叫什么长 就是一个地方地方官 强行向他求画 说我见到你的作品 卢位于野鹤 然后我觉得很好 你给我再画一幅吧 然后他说什么 说那是我十年前画的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 重复就意味着死亡 那画也没错 另外一个他用这种画呢 直接就显示出他的风骨 拒绝了这个地方官 所以地方官很不爽 拂袖 拂袖而去 但是其实呢 他当时还是妥协了 最后还是被逼在那画了 画 但是画的是完全不一样 当年他要的是谁 这幅画 这幅画的电影有 他画的就是 芦苇与野鹅还是野鹅的 其实就是说 我说合了 我们当年他第一次 去有离别曲配乐的时候 那个场景里的镜头 其实他就从那个 受的启发的灵感 画出了这幅画 更多的是 这种对自由的向往吧 那种感觉 他逼着他画的 画的是什么呀 画的是另一幅画 也是他电影里 镜头里出现 他每次在野外的时候 在看天上一堆麻雀 在飞里边 一只老鹰 在捉一只麻雀 结果最后导致一堆麻雀 反过头来 去反攻老鹰 他画的就是这幅画 其实明显和意境 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你让我画 我也不可能跟你画这幅画 我就是画大伙 群体反抗暴政的画 对 然后因为这幅画呢 他又产生了 最后一段情缘 就是和另外一个歌姬 其实这个 张成业一生当中 和这歌姬少不了联系 对啊 没有酒和女人 他画不了画 但这个歌姬比较有意思 就是因为 说我觉得那老鹰 就是我们那个乡长 乡长这个贪污腐败 特别不好的人 然后特别敢说 然后问他 为什么敢说呢 说因为 你是从宫中 逃出来的人物 和你这样的人 生活在一起 让我也变得荣感起来了 然后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女人不错 然后决定和这个女人 在一起 通窗共枕一下 其实不光是通窗共枕了 大伙看到 那么这个女人 一开始就说 就是想让你给我留个种 就是说 而且呢 张成业在这一刻的时候 他也是真心想留个种 岁数已经不小了 他想 可是这段的处理 就更有意思 在两人 云雨之欢最高潮的时候 突然进来一帮人 把两个人拉开 而且当时你看着场景 拉都拉不开 这种样子 而且他很细致 很气质 他本来就是想留个种 结果这个种在哪呢 在这儿 你得打在腿上 所以很细这个电影 对的 就是很可悲 就是最后的种也留下 而且这完全是 象征性的镜头 把他脱光的衣服 直接就扔到 这幅画上了 这不光是一种 个体的渺小 其实也是这个 一个普通的人物 面对一种 大时代的渺小了 就是没有办法抗拒 其实他画的这幅画 本来就是 老百姓起来 反抗暴政的一幅画 可是他就被 反抗暴政的一堆人 给抓起来了 对 就是特别可悲的一件事 然后这件事 就是洞穴道 农民起义 我刚才说过 我后边也会再仔细说一下 你看 大家看那段画面 这些起义者对他说 就说你这个寄生虫 你吃的都是从贵族那得来的蜜 然后摆着的画 复制一句了 这么好的一幅画 本来是表现 奴民去反抗暴政的一幅画 就直接被当作 这种腐朽的产品 烧掉了 然后呢 而且非常 另外一个 他的徒弟 然后觉得 我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 我就要去参与这次起义 然后最后张成烨就说 生命宛如天上的浮云 走到哪算哪 这句话是真实的张成烨自己说的话 生命宛如生命中的浮云 走到哪算哪 所以就走掉了 那么这个农民起义 刚才我没有自己说 那么就再说两句 就是当年中日家务战争的导火索 那么这个起义刚才说了 就是利用宗教为幌子 然后煽动起来的 其实不要煽动 因为确实老百姓生活的非常惨 那么他们自发起来 然后去反抗暴政 然后一度已经攻陷了韩国 不叫韩国 朝鲜境内的好多地方 已经形成席卷之势了 那么然后日本先是参与了一部分 然后主要是清军 清军是大举进攻 结果呢 还在正在进攻的时候呢 就是刚才说日本就进攻了 这个清军在汉城的使馆之类的 然后就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就是这么一个 都是在扑灭东穴道 农民起义的过程中 产生了大的摩擦 其实当然话要说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他们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 但是他的导火索就是这 没有这个事 可能还没那么快爆发 其实当时朝鲜的朝廷 已经没有任何的军事能力 和这种其他能力 就完全管不了了 失控了 这国家已经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电影 回到电影 刚才说张成业心灰意冷 然后走掉了 生命宛若浮云 走到哪算哪 结果 电影还安排了一段 他又见到了金炳文 那么金炳文 其中就说了几句话 就是在他现在这种状况 说什么 就说 首先改革 其实是个没用的梦想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在一个日本人的帮助下 取得革命胜利 这样的胜利 不要也罢 另外一个 他说到现在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 保国安民 其实也是另一个幻想 罢了 说你选的时机不对 你选这个时机 给另外一些国家造成了 他们来侵略我们国家的借口 所以说 好事 你也看你时机 对不对吗 那金炳文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心灰意冷的隐士吧 然后就唯一的未知 就看着张成烨当年画的一幅画 觉得这幅画真的好 每一笔都没有多余的 就看这幅画 想象着朝鲜美好的山河 躲在这个非常偏远的一个乡下 度过余生 应该金炳文当年岁数已经非常非常大 你想他张成烨都已经很大了 他当年救过张成烨 比张成烨至少大二三十岁的样子 应该是终老乡下了 这是他的粮食亦有金炳文的一个下落 然后呢 之后呢 当然离开金炳文之后 大伙知道 然后就被日本兵差点没打死 那这日本兵正在那个清算那个冬雪道农民起义的那些人 然后就被抓起来 结果日本的公使又出来了 找他要了三两次画都没给他 这次出现说 你的画是这个垂死的国家中最后的亮点 还想找他要画 如果他没在搭理他 结果他没想到 在人群当中 他遇到了梅香 那因为他咳嗽的时候 梅香看他一眼 就和他遇到梅香 梅香呢 其实真的很幸运 这么多年对他还念念不忘 保留着这幅画 他在这个绸缎上画的这幅梅花的画 给他织的衣服到现在还留着 他就希望他能够住下来 对吧 他也说了 我现在不缺钱 祝他安心画你的画 可是呢 他在跟梅香说话的时候 看到了这么一个陶冠 说能做出这个的人 那人一定有颇快乐的心 其实就是说张成业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已经即使有爱情资论也不够了 因为他就对整个国家 对这个时代都已经失望到透顶 他就想找到一个能让他安心的地方 所以他看到了一个陶冠的 想要能够做这个人 肯定特别专心才能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所以他最后是选择给梅香又画了一幅画之后 然后又远走了 所以说是梅香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又流下了眼泪 然后知道也留不住他了 毕竟在这种大时代下 能在一个女人的庇护下生活 也不是张成业想要的生活 而且梅香这些财产是怎么来 特别说过是因为一个 也是个地方官 然后包养了他之后 因为地方官死了 留给他这些财产 那么我觉得张成业也不想要这些东西 各种原因都有 加到一起 他就走掉 但是他对梅香的感情确实是真的 他留下了这幅画 梅花一生不卖香 那么确实是他这段感情的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那么在最后的时候 他就来到了一个窑里边 就是因为看到那个瓦罐 他来到了窑里 窑里边之后 他就跟着姚公进行这段对话 是这个电影中最最点题的地方 就是姚公说 说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好的罐子 你想要你的画 再粘得更好 那个窑主 那个窑主想要一个精美决论的作品 我们想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一切都取决于窑火 然后窑火决定了一切 所以说张成业听到这些之后 恶有所思把一块东西放到嘴里 这个整个是一大特写镜头 然后之后他选择了什么 选择头身到窑里边变成窑火的一部分 然后余化成仙了 其实这个窑火是一种隐喻 其实你可以想 窑火可以隐喻了什么 也可以隐喻了天道 因为他遇到这种世道 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那么因为就是说窑火决定了一切 你做了一切努力都没有用 那么他想最后努力就是什么 那我干脆变身成为窑火的一部分 甚至助长一部分窑火 让这个世界给世界留下一些美好的幻想 所以说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这个瓦罐 而且这瓦罐上这幅画 他说是他画坏了 对吧 其实你看一下坏了 一点没坏 画了是一夜偏周 在这个水上荡漾 然后完全是一个相望于江湖这种样子 顿世者 其实是他心态的一个最好的写照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林全泽想到的这个结尾是非常妙的 就是说他选择去投身摇火 然后借助摇火然后得出自己最精妙绝伦的一幅作品 也是最后一幅吧 说这个电影到这也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张成烨的一生化成了一个算不上完美 但是足够让我们去纠结的一个一生吧 然后我最后想说呢 就是说张成烨我给说一句话 就是说他叫在大时代漩涡中行走的旁观者 他虽然在大时代中走过 他无力去改变 也没有去参与 那么就是一直在旁观 你看一看这个人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天资过人 又有贵人相助 就是有他的金柄文 其实金柄文对他一生影响很大 重情重义 不管是对哪个女人 他都非常重情重义 对吧 布局理法就是在于对待老师啊 或者对当 尤其对待惠山老师那一段 因为这个顺序问题得罪了惠山老师 而且呢他不光这点呢 在绘画上也是不具一个 我不尊重绘画的传统 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不具理法 不是权贵 对吧 所有的权贵在他面前都 基本上都是被他否定的 对吧 其实是我的画到你手里也是赝品 视公民为粪土 我觉得这是最最可贵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刚才那个 之前在下面还说 就是本来我想说那个张成烨这个人 我第一院看的时候 就觉得他特别像谁啊 李白 后来我又仔细想想 其实不对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边 所有的艺术家 去追求极致的艺术的时候 都是他们在设计当中 失忆了之后 才去追求那些东西 他们一开始都选择去 新系设计嘛 要蒙蒙德一官半职 去完成他们那些伟大的梦想 所以中国人的文人的梦想 都跟国家捆在一起的 那么张成烨没有 张成烨从一开始追求的 就是极致的艺术 完全视公民为粪土 从一开始就没把公民当回事 而不是得不到公民之后 才视公民为粪土的 但是中国的文人 大部分是因为得不到之后 才那样的 所以说其实 那么这样想的话 其实张成烨这个人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就不大容易找出一个对照者 所以说你可以认为是 朝鲜这个历史中的一个 特有的一个人物 相对肯定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也不是那么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人物 但是正因为有特立独行 他才有被拍出来的可能性 所以说他是属于在艺术当中 寻找人生意义的 我觉得这个点 那么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艺术 最后你追到极致之后 都可以找到自己 人生当中的一个意义 然后最后再说两句 真实的张成烨这个人物 这个人当时真是存在的 那么其实他的经历呢 基本上和我们电影都拍的都差不多 一直到这都没有什么区别 是因为在一个主人家里边 临摹了一些画 最后导致成名 最后成为一个大画家 那么同时呢 他在宫中那段历史呢 也是真实的 也是跑掉了 对 然后呢 唯一不一样就是 他在1897年去世 享年55岁 那么在他后来的时间里边 一直在跋山涉水 云游四方 那具体死在什么地方 怎么死的是没有人知道 所以为什么叫罪化仙呢 因为他成仙了 那么主要电影当中 给了他一种死法 一种相对来说 更有意思的死法 那么张成烨生前曾说 生死如浮云 藏于美景甚好 所以说呢 他一直都是最后 完全就是在山里边 到处游历 也没有人知道 最后他做了什么 但是呢 张成烨说 他在浮云的人生当中 他最有价值的东西 只有花 他所追求的意义在于 用绚烂的笔法 表现出精湛的画衣 这样的一生 已经足够精彩了 我觉得这段话呢 其实回过头来 给我们这个电影 做一个总结呢 也是完全可以的 张成烨的一生 刚才说过 其实真的足够精彩了 虽然他面对那种大的时代 完全是无力改变 但是他已经在 那个大时代的夹缝里边 做到自己的极致了 我觉得这点是很难得的 这是真实的张成烨的画作 那么最后是这幅 就是电影中出现的那一幅 对吧 那么这幅大的屏风 是电影中没有出现 这是真实的张成烨 流传到现在的一个画作 其实我在网上还特意看了一眼 就是他们所谓 中朝收藏网那种东西 有拍卖 没多少钱啊 对 如果用钱来衡量的话 很可笑 可能一幅画 这一幅画就几万块钱 跟咱中国那些 山水画画家差远了 甚至当代的都比不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都无所谓吧 这钱财 这种衡量不了他的价值 那么林全泽呢 用这样一部电影呢 把他的价值 给我们做了最大化的一个体现 那OK 那今天给大伙介绍的内容 就这么多 然后做下预告 下期呢 就是下周 是我们的正子来讲 本福辖之黑暗骑士 是本福辖系列里边 去受欢迎的一部 那我呢 在下个月 九月份 会继续讲李苍东 讲绿洲 那么具体日子还没定 所以没有写日子 好吧 那谢谢大家 好吧